联合国此前发布报告称 海地政治动荡 帮派暴力活动激增 社会经济状况恶化 长期的政局混乱 经济困顿 也是造成本次海地危机的直接原因 海地为什么陷入如此境地呢 这恐怕和美国的入侵 和长期干预脱不了干系 海地是加勒比海岛国 人口大约1100万 即便是首都太子港 平民区也随处可见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 2020年海地GDP同比下降3.8% 60%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海地社会分化严重 大部分居民无法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1915年美国悍然入侵海地 全面控制海地的海关及全部资产 美国在海地实施严格军事管制 只是1934年才结束 军事管制期间 海地大量财富流入美国 1971年到1986年 美国扶持的海地军事独裁者 杜瓦迪埃在任期间 美国农产品在几乎没有关税的优待 政策下肆意流入海地 彻底摧毁了海地原本自给自足的 农业生产结构 使得数十万农民沦为平民 国家经济衰败越发加重 自主发展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1990年底 海地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 但做了不到九个月被军人推翻 1994年美国军队出兵海地 2021年7月 时任海地总统莫伊兹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住所遭袭击身亡 随后暴露的种种线索都与美国有关 在刺杀现场 杀手大声叫嚣 他们执行的是美国毒品管制局的行动 美国毒品管制局随后承认 在海地警方逮捕的两名海地裔美国人中 其中一人曾是他们的县人 在这位县人的住所 一顶秀有美国毒品管制局标志的帽子 也被搜了出来 海地深受极端贫困 暴力犯罪等问题困扰 美国长期的干涉 使海地政局进一步动荡 但美国政府对海地的困局毫不关心 拜登多年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海地迅速沉入加勒比海 或上升300英尺 都不会对我们的利益有什么影响 特朗普当政时 还讥讽海地为垃圾国家